香港爆發第三波疫情 餐廳不只現桌現人 晚上六點到天亮前 更規定只准外帶 疫情下民眾減少外出用餐 卻為台灣的農產品出口 帶來相機 因為大家出門不方便用餐 所以都到超市 或者透過從網上那邊 直接電貨 然後運到家裡 自己噴條 當中香腸水餃 及條理食品增長最多 疫情之下 台灣水果在香港的銷量 有增無減 特別是芒果以及鳳梨 都大受歡迎 今年1月到5月 台灣出口到香港的水果 總值1000萬美元 近3億台幣 鳳梨增長了3倍 芒果則增加了2倍多 而香港水果批發相說 今年台灣水果的增長 超過兩成 現在香港人 沒有機會去台灣旅遊 導致他們在香港 購買台灣水果的抑鬱比較高 農委會透過香港 台北貿易中心 在當地的超商 百貨公司等 舉辦水果特賣 也爭取港商10月幾年底 來台參加高雄 及台北的食品展 以上是駐香港記者李景華的報導